逆子,你再说一遍 陈臣说,大不了,您就废了我 来人,太子心智一事,恶心难处 皇上,臣妾求求您,不能这么做呀 燕儿他还小,求您给他一个改革的机会吧 燕儿,燕儿,你快给你父皇认错 就说你知道错了,快呀 来呀,废了吗,反正我已经是个废人了 好啊,臣妾成全你,来人 皇上,那些废人的命臣妾替太子偿还 臣妾没有别的请求,臣妾您可以善待太子 传太医,传太医呀 这皇后可真够决绝的,竟然以死相逼 一个被逼到绝路上的蠢女人罢了 还是阿芝你看得通透 哎,阿芝,有件事情我想不通 上官汉叶,权人里那般怂暴 怎么进去突然就嚣张了起来啊 到底是五十散吸多了吧 五十散这种东西,太子自然不会主动吸的 那么便只有两种可能 要么是旁人怂恿,要么就是无意中招 不管是哪一种可能性,都跟眼前这个男人脱不了关系 仙子爷,好手段 哼,彼此彼此